嘿,我是NB大熊MatchBear 現在是有點早的時間 然後大熊剛剛收到了電話 然後叫我下去領包裹 這個是我就是10月1號才從蘋果官網訂的手機 iPhone 11 紫色 身邊的朋友都已經拿到了 因為我太晚訂 所以這個東西早晚才來 然後今天就是拿到了,終於拿透了 好興奮 那我們來拆開它吧 因為我現在還有點愛捆 所以精神沒有那麼好 早早的就打電話來 然後叫我下去拿 因為我這兩天一直有瘋狂後 在追蹤我包裹的進度 Apple的真的很棒 Apple的官網訂了以後 他有給你一組追蹤碼 然後他的那個貨運公司啊 有超多可以追蹤 什麼從這一站啊到那一站啊 從這一站啊到那一站啊 然後從這一站啊到那一站啊 然後再進到台灣啊 然後再進到哪裡啊 然後超詳細的 隨時都可以追一種炒飯 讓我最好很瘋狂的人就一直在追 來囉打開了 這裡這裡這裡 iPhone 看他有用一層那個 超認真的這個塑膠 啊 差點摔到 這樣子 然後把它封在裡面 然後這邊有防撞的一層 然後這邊沒有 不過應該算起來還算 應該蠻安全的 只要不太大的通撞 或者是壓大的話 應該都沒什麼 我的iPhone 喔好像很太亮 iPhone 這樣我人好黑喔 i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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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很太亮 太曝光了對不對 我的iPhone 這樣應該 喔亮度高亮度高亮度高亮度 好爽喔 他以前的是要用刀子櫃開 然後這一次是用這一種包裝 喔天啊 大家應該看過那個iPhone 應該都已經 好像 這一次的開箱很多 所以應該 該看的都看過了啦 因為我已經刷很晚拿到了 這一次很特別耶 因為 以前的iPhone啊 不管你是拿什麼顏色的 它永遠就是同一個顏色的 蘋果標誌 然後這一次是用那種 你買紫色 它就給你紫色那種 閃亮亮的那種標籤 我感覺會摔出來 只要小心開 OMG 喔 紫紫的 哇好紫喔 哇好美喔 它側面是這種金屬的紫色 應該看的還算清楚 這種金屬的紫色 然後有點 快到灰色的紫色 然後後面這裡 OASIC 很像那種 小時候在吃的芋頭冰的顏色 這一塊是玻璃的 如果有買的 還是稍微要注意一下 很危險 後面是用那個 拋光的玻璃 然後它的鏡頭旁邊呢 是用霧面的玻璃 來了 然後啊 就是在買手機下訂了之後呢 大熊已經先買手機殼了 哈囉 我去把它包模回來了 上面這裡呢 鏡頭這個地方 我有貼一個 可以把它完全蓋起來的玻璃保護貼 因為之後 就會用這一隻來拍攝我 頻道裡面的影片了 所以想說 鏡頭一定要好好保護 要不然如果到時候刮傷的話 大熊可能會哭出來 然後啊 這個殼呢 它是犀牛盾的 我真的覺得犀牛盾的殼呢 對我一點比較實用一點 光是看下面這裡 它的孔徑呢 就差很多了 像這個孔徑啊 就是 副場的 絕對是插不進去 大熊來拿一條 試試看 這一條線呢 是大熊平常就是在 插iPad使用的線 然後 這個呢 因為它就會卡死在這邊 超卡的 完全卡住 那這個呢 就可以很 完全 沒問題的 直接插進去了 有點感人啊 終於有夠大的孔洞 可以直接插了 犀牛盾呢 可能就是在 這邊 就是周邊的使用範圍 就是有比較認真的 去做這一塊的 You know 設計 iPhone 11好像在 喇叭上面呢 我覺得提升感 真的差滿多的 就是平常的Line啊 或者是 小小的看一下YouTube影片 我覺得音質真的差滿多 就是音質感覺有變好 嗯 在這邊我覺得 如果 放的話 應該大家也聽不出來差別啦 所以我覺得 可以去蘋果專門店呢 去試玩一下 然後去聽聽看裡面的音質 那剛剛大熊呢 也試了一下就是 夜拍效果 廣角效果 然後 還有前鏡頭的自拍效果 那大熊等一下呢 就會使用iPhone 11 來做拍攝 然後讓大家看一下畫質啊 廣角啊 各部分的狀況如何 嗨大家 現在呢 拍攝的角度呢 是大熊的手機的 前鏡頭 也就是大家所謂的 自拍鏡頭這個部分 然後 不知道影像輸出狀況如何 應該還不錯吧 然後 現在這個聲音呢 是沒有使用大熊常用的 錄音麥克風所錄下來 就是手機本身呢 它好像有 立體聲錄音的效果 所以呢這次直接呢 就用 手機來直接錄音 那說不定如果這個聲音OK的話 大熊說不定以後就可以 出門的時候再使用它就好 平常就用這個手機直接錄音 我覺得如果做得好的話 大熊應該會超級驚艷 那這個前鏡頭呢就錄到這邊 然後我再來使用一下後鏡頭 嗨 現在呢是 iPhone 11的後鏡頭 就是一般的拍攝鏡頭 的一般的效果 應該拍起來跟iPhone 8是差不多的 對然後呢 接下來呢 當然就是要用 廣角鏡頭了 嗨大家好 現在 他的廣角 我的房間好亂 這個 是跟剛剛 一般鏡頭的拍攝角度 是一樣的角度 可是呢 開啟了廣角以後啊 一切都被拍進去了 真的很可怕 這個廣角太可怕了 太恐怖了啦 這個不行啊 我以後一定不會用廣角鏡頭來拍我的房間 這真的太可怕了 反正呢 他的廣角有點很瘋狂 這已經 哇 這同一個角度拍出來的廣角 好扯喔 我的房間整個一覽無遺 OMG 直接一路拍到那個 模型櫃那邊去了 呵呵呵 呵呵呵 呵呵 我覺得我應該又要被朋友銷售我房間這麼亂 呵呵呵 沒關係就給你們笑啦 我剛剛還去拍了一下我的 iPhone 11的廣角 然後想說不要拍房間因為很亂 所以大雄跑去拍了一下大雄的 模型櫃裡面想說 喔同一層啊或者是三層一起拍啊 感覺就是不會拍到房間很亂 結果現在直接破工了 可是因為現在是錄影所以我不能夠 去找一個空曠的地方 因為大雄房間已經沒有空曠的地方 客廳也不空曠 全世界大雄在的地方都不空曠 都會塞爆 像是兩張照片比較起來啊 雖然是說iPhone 8其實它的那個 還原度呢也蠻高的 而且保留細節也還不錯 可是iPhone 11的沒有開啟夜拍的效果呢 其實跟iPhone 8一般拍攝的效果幾乎一模一樣 iPhone 11呢開啟夜拍效果之後 像大家看到的照片這樣就是 它其實有稍微在打亮 因為它有截取 用一秒鐘的時間去截取很多張照片呢 亮的地方呢去合成為一張照片 那保留細節更多 然後也更漂亮一點 我覺得可能就是要去外面拍的話 可能效果會更好 只是說大雄比較方便的地方呢 可能就是在房間裡面拍一下 模型櫃的部分給大家看 接下來呢就是 廣角的部分 大家應該看到照片裡面 應該一看就立刻知道說 同一個角度 同一個地方拍起來 iPhone 8呢就是 直接就是拍一層 就是很正常一層 那iPhone 11呢 拍起來呢就可以直接就是 直接拍出三層的效果 幾乎快要半個模型櫃全部都拍進去 那我覺得說這樣子的廣角效果呢 非常的好 如果說拍那種團體照啊 我覺得它的廣角是非常好用的 而且另外一點是 iPhone 11的前鏡頭跟後鏡頭的畫素 好像後來看好像是幾乎一樣 那大雄覺得呢 如果你是原本就是使用iPhone 8 有望遠鏡頭 然後有一般鏡頭的話 我就是不會推薦你去換 因為我覺得換的話 有點不猜急 那如果你是7或是7以下呢 大雄就會非常建議你可以換了 因為7或7以下呢 其實就比較可以 剛好可以換到就是這一次的廣角 而且這一次廣角呢 大家也看得到 如果你是出去 喜歡他先喜歡拍 那個風景或者是 喜歡跟大家一起合照的話 其實它的廣角呢非常好用 而且它是前後鏡頭都有望角可以使用 而且這一次呢 連前鏡頭 大家有看到現在拍攝的狀況就是 連前鏡頭的那個畫素都拉高了 非常值得去做更換 那如果喜歡大雄今天影片 請記得幫大雄訂閱按讚 以及分享出去 那不管有什麼想跟大雄聊的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囉 掰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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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